今天还没加事呢 咋的了 你说咋的大姐 安全带动了 动了 你那边动住了 迫使我都坐后排了 你说后排你能坐呀 我怎么开车呀 画一画呗那怎么办 这大早上起来 我说这安全带动上了 去年还没这样 是吧 今年多冷 可能是那个雪化了 白天一化晚上一动 差不多 可是安全带在哪儿 不在车里头吗 他怎么能动住的呢 不知道 我也奇怪呀 好奇怪呀 好奇怪呀 晚点去 你看我这边能动了 你那边能动了 你看我这边动了 这一上我光源就塌下来 起个大早杠个崴急 还是动了 冬了是吧 缓一缓吧 缓一缓吧 这可算来店的不容易啊 早上安全带又不好洗 然后一会把这个库平平安安 安全全的哈 送到地上 你丢了它都不能丢你 坏了它都不能坏 没事要丢我们俩一块丢 你放心吗 你只能你丢太不行了 你把它给我好好给我送我一个啊 行 然后你给我 他丢了 不对 你丢了他都不能丢 然后你坏了他都不能坏啊 行行 然后你那个什么 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吧 我给你装东西 这不是大姐咱少来点少来点 年刀包 年刀包俩 你要俩要四个 能装多少都装多少吧 反正 来四个吧 行 就四个 就四个多了没有是吧 对 明天我再做 人家家还有病的明天我再做 这我真觉得我应该开车回去 你要多少我给你装多少 要不然让你开车回去啊 快得了吧 我可不开车回去 这样拿他们开店吧 嗯 整个房子没时间做 都给他们带回去 嗯 完事了呗 就这些东西啊 对 别别别装太多了 装太多拿不了 下回再拿不了啊 我也不能有 现在快递啊 一厅17号大雪 有新挖了挖了是吗 今天14号 15号 就是这两天啊 高速还没清出来 又要下去 之前大雪啊 大雪封的 快递没走出来 然后赶上上十一 快递个不得下了 快递也不好时效 然后 16号要下雨下雪 17号又有暴雨 小雪 行了 行了 行了就这样 嗯就这样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带走 嗯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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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不想我 你就这么走 我这么走我怎么走 你东西都没拿全 主要的东西没拿 主要东西没拿 主要东西在这儿了 你走吧 打个车 打个车走吧 拜拜了 拜拜 还回来 还回来吗 还 你想让我回来吗 我不想 哈哈哈 再见 哎呦完了 哎呦 哈喽啊 哎呦 绷着大话 伯伯回来了 我快饿死了 你快饿死了 你爸给你做饭了 赶紧 赶紧关门去 我这一天我就吃了 滚了 哈哈哈哈 他给你包完饺子 哈哈 哥 你过这儿没饶了你 饿了 马上就好 饭马上就好 你告诉我 我给你阿姨送去就行 送去 我去给他送去 哎呀 这会儿带着时间真长啊 不送这个我也不回来 好 回来顺便去玩了 我们再走 我奶奶啥啥 哎呀 昨天晚上给你奶奶打电话了 不下来先 不下来 那我回来干嘛 又包米 又干啥玩上 又没抗好 反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抗哪儿没有 我这儿有抗完 那抗不完呢 我就说拉回来 到这儿抗他 你待在那儿抗干啥 也没有对啊 那我得抗完了 就搁抗上就行了 您知道他没完 嗯 我这也是没完 我这个东西赶紧给我 这个赶紧放冰箱里 哪个 哎呀 这个豆包是真好吃 这给带回这么多 哎呦的天 这么好看 这些都是能吃的啊 这些都是能吃的 这些都是能吃的 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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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我姑娘也太干啥了 这个多漂亮了 怎么就哪有虾思啊 有的是多的 嗯 有的是没整好的 嗯 你把它冻上 然后到时候吃 这些都是好的 这一顿都我家司令做饭 山药 还是蛮好看的 现在不说吃啊 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哎呀 你儿子回来 比一样做四个菜呢 啊 四个菜连点肉身都没有 啊 真是没有肉 你不是减肥吗 白的豆腐 鵝肉面瓜 白的味儿 炒个撒药 哪里没肉啊 你说哪个里面没有肉啊 你都说哪个里面没有肉 不能光你喝 给我弄点 我不喝那个 我喝这个 红毛 喝我的红毛酒 对 就这样就行 都倒进去呗 还剩一点 真有意思 这我还没倒过 倒过 你把这这样一杯 倒一杯啥的啊 喝不过你啊 这下不行 行行 还是你喝点啥 喝点水吧 有就行 他没开就行 我也 不要这么啥的 我还有烧的 你烧不烧 变到水 水都没给儿子烧 哎呦我的天哪 还这一天是把姑娘累懵了吧 那个三月 没压活 雪平了又开始了 这不是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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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那些肉哈 这不是肉啊 你炒这刺盘的肉哈 就是这些啊 放这些肉哈 那猪也就顶多瘦的皮外套 你炒呢 谁干啥吃大鱼 炒肉的 好几天不回来就这带 那要是啊 哎呦姑娘又回来 肯定不是这个带 呵呵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你这啥哈都没有 你这天就 行啊多健康啊 你看多健康啊 那过去我都是 好几个月不回家 又打烊了 回家一趟不是也就是家常别事 你这也太家常了 你这现在够好的了啊 前一阵还风陨浪静 连温度都没怎么降 这今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雪 这雪下的不是一般的大 早上起来就看那大街上的车 大花大花 找头车找头车 就有的车那咕噜直转 就不走道 这场大雪呢 不仅下到给堵了 高速呢也走不了了 这把 这把 徐老板所有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 因为这一天 还有几个要邮寄的黄伯 这高速一风啊 全都泡汤 因为这点事 徐老板这两天挺上火的 关键这玩意上火也没有用了 天气的原因 谁也控制不了 就这天出门谁都不好死 大街上的店面也因为这场大雪 关了大概有80%吧 这一合计 还得老是在家呆着 本来说下雪吃火锅 但今天连门都出不去 干脆就在家里包点饺子了 这徐老板平时开业的时候 天天吵吵放假想休息 这一真正让他休息了 心里又不得劲了 越往回店里上班 说是在家呆着无鸡留寿的 没意思 心里还惦记那点活 那我说你这活惦记也没有用呢 现在大雨风到 谁也走不出去 逛天看看情况再说呗 这没办法 这东北到了冬天它就这样 这东北到了冬天它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